您好 欢迎收看12月13号带午安新闻 我是刘芳瑜 中医晚间国道1号南下加冀民雄路段 曾发生重大车祸 当时现场的状况非常的混乱 好多人受伤了 还有重伤乘客就受困在车里头 就在救护车还没有赶到之前 两位下班路过的护理师建议勇为 赶紧把人救出来 当场在施以急救 包扎止血 遗憾的是 伤者的伤势实在太严重了 最后还是回天罚术 而这两位护理师被称为热血双胞护理师 主要是他们就是一对双胞胎 也都在大龄慈祭医院工作 23岁 很年轻 哥哥是在急诊室服务 弟弟则是在外科加护病房 两个人平时都很细心的照顾患者 遇到这一次的车祸 突发事故 也挺身而出 白衣贴士 当真不账 轿车疑似切换车道不剩 自撞护栏翻覆 随后护栏防眩板掉落迫及对象 四辆车多人受伤 救护车抵达前 现场已经有人开始急救 路边是个绿的 这个是黑的 好 没问题 好 就这样 你是哪个分队的 我是慈祭指导 迅速说出减伤分类的专业用语 救难人员还以为是 其他分队来支援 建议勇为的双胞胎兄弟 拿出车上救护包 帮民众脱困后抓紧时间 实行CPR 包扎伤口 一连串处置非常专业 经销追问才知道 他们是任职于 大林刺激医院的护理师 我是觉得 大家都是台湾人 所以要下车帮忙一下这样子 如果不下车 真的对不太喜自己 真的是很热血 第二个部分是说 他也有这样的技能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优秀急诊人 表现出来的一个风寬 双胞胎今年23岁 哥哥林成瑞在急诊室 弟弟林成俊在外科加护病房 不同单位同样用心 他们两个兄弟的个性就很香 然后都很沉稳 那对在病人或家属之间 就是非常的客气 而且有问题的话 真的是有问必答 认真倾听患者的需求 心怀助人善念 还曾经担任救护职工 正因为如此 看见车祸 他们勇于伸出援手 大海新闻家意大林综合报道 另外画面中的他是一名医生 也是病人 现身说法就格外具有说服力了 蔡坤宝医生 鬼门关前走过好几回 先是因为呼吸中止症 一次开长途车的时候 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康复后勤炼慢跑 却轻忽了自己的身体状况 导致脑中风 紧急地又住进了加护病房 历经了生死节 更珍惜活下来的每一天 例行如宿也广为推诉 还受证成为慈激志工 我睡眠后期一种子症 有一次开车开回云林老家 睡早了 没有那台车帮我挡下来 其实那时候大概都没了 人生过了好几关 58岁的病理科医师蔡坤宝 在受证前几周 又面临另一场劫难 好步的话 有一个三公分的动脉 动静脉畸形瘤 血压没控制好 又就是勉强自己去柴山慢跑 蔡医师中风紧急住进加护病房 无法跟学员同时领证 知道说我刚中风过 所以他们就是希望说 让我流程比较简单 人生无常 大病出狱 他更坚信非素不可 吃素 就是让我有体验到说 其实我们身体 某些疾病 你不能完全都希望说 我靠药物去控制 我上班去买 有时候会买五六个便当 科内有几位同事 他们希望跟我一起吃 我就会顺便帮他们买过去 施医师也是病人 把推素当成使命 用蔬食守护大家健康 大爱新闻的嘉心肖洪树 高雄报道 企业共善生根社区 南科莲华电子公司的员工 到了慈祭的关怀据点 学着当志工 唱唱跳跳 活动筋骨 请世代互动热络 温馨又热闹 这是南科联店的员工 到慈祭台南善化的关怀据点 体验当志工 陪伴长辈一起做工艺 今天你来这里有欢喜吗 有 心灰有愧 我们八十五岁 看不出来 你都穿穿跳舞 可以 不管是带动唱 虚寒问暖 闲话家常 还是着色画画 年轻世代用心和长辈们 感情 老无老即人之老 大家彼此来这边交朋友 然后同时有运动到身体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这样一个老年的社会 是很大的帮助 而且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来做这个工艺 其实也是一个散局 可以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他们也将这个经验 带回去陪伴家人 甚至带着家人 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都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 来跟我们做志工一起同乐 一直有给我们一种 up up的力量 我们非常感恩 企业和慈祭 携手扬善 让大爱泛起涟漪 无怨伏戒 大爱新闻 曾善美志工 陈和生 吴灵莹 台南报导 分享她的人生 因为脸上的巨大肉流 有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郑家乡 马来西亚新山人 脸上的肉流 曾经超过三个拳头这么大 饱受了阴阳眼光 也侵蚀她的健康 多次手术不见好转 让她都想要放弃了 后来跨海到了花莲慈祭医院 经过了七次手术 终于变脸成功 现在的她还是很年轻 已经有了一份工作 也找回自信 与人互动 环保站更是她心灵充电的地方 四次手术 一次是局部手术 连三次是全身麻醉手术 做了过后 不是很理想 这么大巨大的腫瘤 出血的状况 有时候是很难控制的 一开下去 大概十五分钟的时候 血液就已经失去了 一百多cc 那把那个外颈动脉 先用一个血管带 把它束缚住 那减少出血的状况 那个开刀才能够继续下去 回到马来西亚 我需要面对的是更多的挑战 就是第一点异样的眼光 还有接下来生活该怎么办 皮试试算 皮试杂志 我记得比较挑战的是 她自己本身 她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但是我们没有说放弃 我们一直坚持 每一次有活动 我们就告诉她 刚好上了那个 心经之工的那个课程 就听了一句上人讲的 那个弯弯带不去 唯有夜水深 我觉得不应该把 当下我所遇到的东西 带到我下意识 所以我就因为这句话 就开始了改变我的生活 你要怎么灭 你要牛皮粉 怎么灭 我一直有鼓励她学 希望她可以站起来 不要为了这个容貌 失去的那个自信 所以她就觉得OK 她就愿意尝试 在台湾回来过后的那一个时间 差不多半年还是一年就长回来了 就有一天跟我妈妈说 我感觉到好像吃到肉 我的瘤好像长得很快 然后我就改变我的饮食 然后吃素食 她现在也是赶紧我们接触 不说我害羞还是怎样都不会了 不说她又没有这样 从在乎外人的眼光到现在 她很坦然地去走出外 而且还可以去帮助需要的人 这个是非常赞叹的 也是我们学习的 如果今天你不自己站起来 你几乎只会停在原地不动 当你冻结的时候 很多好的东西 好的事情都会走向你 教育部持续推广成都运动 国小国中共有2000所学校响应 希望透过沉浸式的共读 两阅读 真正能够陪伴孩子 成为生命成长的重要能量 包括了推广说书人博览会 从小我家就没有电视 陪伴我的是一直面强的书 书本就是我的好朋友 在各科的成绩上 也可以让理解能力更好 爱书沉迷 台上各个来历不简单 去年我也有参加 今年几组的说书人 获得第二名 我可以在镜头前 大方地分享我喜欢的好书 还幸运得到了冠军 这是我们台北市的东湖国中 西北市的双西高中 嘉义市的宣星国下 新竹县的十星国下 推广成间阅读 各级学校自制影片 大力宣传 原乡部落更部落人后 就是他的话语当中 都会充满很多 我觉得平常都 不会讲出来的词汇这样 然后不敢讲出来的事情 都有讲出来 我觉得我变勇敢了 因为一开始可能 比较没有办法 很顺畅地把一句话说完 然后到后来到现在 他可以拿到这个奖 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 其实我们当老师就是 看到小孩的进步 就是最大的 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大的奖 培养青诗生多元阅读运动 近年来在各校快速成型 连坏与能力也不在话下 以往的比赛是一对一是面对面的 当面对镜头的时候 他的困难度更高 他的发音 他们的表情 书海乌鸦 从小扎根 碰一本书 畅扬知识海洋 无形带动创意 源源不绝 大一新闻谢齐全 台北报导 COP28最终草案 还在闭门会议当中 休息一下回到新闻现场 带您关注 我的阿嬷有一辆小车 每天早上不到六点 就开往不同的家 阿嬷是福田志工干事 负责维持桃园靖寺堂一楼的环境整洁 虽然他们只是拖地打扫 看起来十分简单 却让人那个时候走进来 都感觉到舒服 干净 做福田比较有功德一下 回想让家里的人健康 平安 孩子大小大家平安 这件简单的事 阿嬷十几年来都始终如一 她的自律让我钦佩 当初她搬来桃园 就是为了照顾刚出生的我 后来我上学了 妈妈鼓励她出来做志工 于是阿嬷从小家 开始照顾大家 阿嬷做完福田志工 就开着小车去买菜 然后回家料理我们的早餐 不管是大家或是小家 她一直都照顾得好好的 除此之外 阿嬷还有第三个家 就是福气环保站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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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我这 你带我这 好看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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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81岁 虽然她说自己没做什么 但是一辈子用心照顾每个家 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你说对吗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台湾这个周末将可能要迎来霸王级寒流 而在欧洲则是热得很反常 像是在西班牙的南部 到目前为止 既然温度还高达有接近摄氏30度 好多人说今年恐怕没有白色椰蛋了 而在奥地利则是超前部署 把去年的雪赶紧先低温储存起来 今年暖冬拿出来用 让滑雪场能够照常开展 来海边享受阳光 西班牙近年历经四波热浪 12号地中海沿岸地区也迎来暖冬 气温一度接近摄氏30度 民众对滑雪和白色椰蛋已渐渐不抱希望 本该冷嗖嗖的伊比利半岛受一场热空气笼罩 大批民众从事水上活动 滑雪场却空无一人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 地中海沿岸等阳光明媚的地区 气温至少达到27度 比当地往年12月的最高记录还高出两度 国家气象局发言人表示 沿热气候预计周三才会变天 气温降至设施6到8度 但也不至于带来哀哀白雪 奥地利滑雪场则是把去年储存的积雪 拿出来铺设应急 希望能尽早开业 大爱新闻 吴桂真编译 COP28联合国气候峰会 各国对于化石燃料的未来 意见实在差很大 目前193国代表还在挑灯夜战 努力协商出新的草案 根据彭博社报导 他们看到更新后的草案文本副本 还是没有承诺要逐步的淘汰化石燃料 另外根据BBC的报导 实际内容可能还会有所变动 至于乙哈战争超过两个月了 美国才刚在联合国安理会 否决了人道停火的协议 联大又迅速召开了紧急会议 成功表决通过 要求要立即人道停火 联合国发言人杜雅里克也表示说 虽然这一趟的联大决议 不具有任何的法律约束力 仍然至为重要 反映出了世界的舆论正在改变 现场掌声如蕾 因为四分之三的会员国都已经在 因为四分之三的会员国都已经在 掌声如蕾 因为四分之三的会员国都已经在 已经表决同意要立即人道停火了 反对的则是有美国以及以色列等十个国家 根据国际媒体观察 这项决议案虽然不具有约束力 但也表明了全球对于结束以哈战争的支持 也显示美国和以色列日益遭到了国际孤离 战火下人命如楼椅 俄乌之战第二个冬天 好多的乌克兰老百姓持续躲在 只有一坪大的地下室空间里 而侵略一日不止就一日看不到未来 在加萨平民饱受的更多是无差别攻击 好多的婴儿变成了尸体 在爸妈的怀抱中死去 再看一眼最亲爱的孩子 祝福他来世有更好的归属 这一世即使用尽全力 也没办法为他们抵挡天降和祸 我们在四个月 四个月是最好的 我们在三个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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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了 我们在九个月之后 我们在四个月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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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了 加萨南端拉法市这家医院 一夜空袭过后 又有二十三具遗体送到 埋在瓦礼堆底下的 都是某个人 在这世界上最牵挂的人 炮火余生 乌克兰东部前线 63岁的老奶奶 原本住在这栋大楼的五楼 如今准备在地下室 度过第二个冬天 外头只有摄氏零下两度 五平方公尺的小房间却不冷 有一张小床 厨具和电暖器 还有一个木材炉已被停电之用 过了21个月依然窝居地下室 一个真正的家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 幸福平安国度 马来西亚则是这场运动会 集结了八所不同学校的孩子们 亲子同乐 运动身体好 集体拔河 投乒乓球 再顺利通过堵木桥 孩子们无不全力以赴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堵木桥 就是试过很多很多次 就是一直会跌下来跌下来这样 然后我的队里面也是有人跳的时候 不小心打到脚 然后就很容易受伤 所以这个活动可能是要带给我们 就是要专注 不要心急 除了挑战孩子们的体力 另类的抑制游戏也考验孩子们的脑力 我们都不认识对方 我们就很陌生 然后当我们互相认识好过后 我们就慢慢合作 配合 有聊天 有欢乐 今天有八间人文学校参与 然后大概有200多位的人员一起参与 我当然是想每个人都快乐 尤其是孩子 希望他们没有烦恼快乐成长 那我也慢慢地见证了我自己的改变 然后我们之间的那一个关系也有所改善 家庭社会比较融洽 有别于一般的学术课程 慈济人文学校所提倡的人文教育 更能拉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 我很感恩慈济人文学校能够一起 举办这个这么大型的运动会 小孩子在外面的学习嘛 所以星期六其实是很满的 然后之后要上课也是会很累的 有的时候他们太舒服 问他你们要去吗 他们就是很喜欢去人文学校 回顾过去一年 家长和孩子们都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在迎接新一年到来之际 期待明年会更好 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报导 台湾有气象专家提醒 赴北极震荡会使得极致的冷空气 南下扫到台湾 带来明显的降温 不过根据气象署的监测数值来看 本周末可能出现的明显降温 和东北季风高压冬季系统比较有关系 接近年底 但台湾贴气依旧偏暖 日前有气象专家分享 北极震荡指数12月初出现负值 霸王寒流有没有机会再现 震荡会不会影响到台湾 就要看这个气流里面的这个冷空气 流出来的时候 边缘会不会少到台湾 而来决定台湾会不会变冷 北极震荡为北极与中纬度海平面气压场 呈现返乡位的震荡关系 多半影响欧亚大陆 北美大陆的北方地区 当出现负值 有机会影响较低纬度的国家 2015年的时候 那这段时间那就比较明显 那在2020也曾经出现过 它刚好把北方的冷空气 跟我们的天气系统 两者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它整个很快速地带到了台湾 所以才造成了我们那段时间 那么我们的温度非常的低 以我们过去的统计来说 不是每一次赴北极震荡发生的时候 台湾都会受到影响 接下来这一波我们台湾会冷 其实直接受到北极震荡的影响的几率 不是那么主要 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冬季系统比较强 推估在北极震荡它的指数来说 已经成为正北极震荡 那主要影响还是在比较中维度的地方 北极震荡指数随时变动 至于未来有没有机会再出现负值 带来强烈低温 还有待观察分析 大爱新闻中梦如田之中 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 among各位 以上就是今天的 大爱武爱新闻感恩女儿加入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大爱剧场草山春辉 我是刘芳雨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